2017年金星在节目中评价近东 演得很好 但是角色太雷同了 这句话应该是素有毒蛇称号的金星 说得最委婉的了 因为大部分时候金星都是毫不留情面的 他凭范爷范冰冰 咱是不是到时候花心思 好好塑造一个有质感的人物的时候了吧 要不等你老了别人说起范冰冰 想到的只是策划和金锁 炮轰黄子涛时金星称 一眉才艺二眉德行 所以除了发型一无所有 道歉时哭得稀里哗啦的 去了国外就以为自己全宇宙最红了 所以金星如此评价近东 还是很中肯的态度 并没有诋毁之意 没想到近东非但没虚心接受 反而回应金星道 本人是一纯爷们纯爷们 就爱跟纯爷们合作 刚烈简单明了 一切不男不女 非爷们的人士都无意接触 近东对金星的人身攻击 连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觉得很震惊 这种做法太不应该 就在2015年 《伪装者》的播出 红了好几个演员 一个是饰演大姐明镜的刘敏涛 前段时间凭借一部红色高跟鞋 冲上热搜 靠表情管理成功出圈 另一个是饰演大哥明楼的靖东 时尚稳重 表面是情报部科长 但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情报组组长 凭这部剧 靖东屡获最具实力男演员奖项 更让无数女生败倒在他的西装裤下 成为大众男神 甚至有句话叫做 嫁人就要 嫁靖东这样的男人 这一年靖东39岁 已经出道22年 在娱乐圈 沉浮浸然后 终于一飞冲天 接下来信约像雪花一样 向他飞过来 欢乐送中 他是霸道总裁 谭宗明 我的前半生中 他还是毒蛇又多精的优质男贺涵 精英律师中 他演桀骜不驯的精英律师罗宾 外科风云中 他又演精英医生庄树 有细心的网友沈总结道 靖东又饰演这种 梳着大背头一身鼻挺的西装 一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样子 真的是看腻了 的确自从伪装者 狼牙榜后 靖东饰演的这些角色相似度太高了 无论神情动作 服装造型还是气质风格 都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只记得靖东这个人 却不知道到底是哪部剧中的角色 毫无特点可言 除此之外 靖东在不断的立人设中 意在表现学识超高 但也频频翻车 社交账号不用简体 敢用繁体 但是错误不少 把古人云错写成古人云 把矛盾文学奖错写成矛盾文学奖 把西点军校的校训 责任荣誉国家 说错成没有任何借口 最令人捧腹的是 他在采访时说 拍摄外科风云电视剧时 看了很多外科方面的专业从书 牵扯到的数学知识 还去看了些诺贝尔数学奖得主的小文章 然而诺贝尔根本没有数学奖 对此 靖东所在的工作室为了挽回他的形象 出来道歉说是无心之言 所以导致了口误 1976年 靖东出生于山东省锦宁市的普通家庭 他童年的记忆里 总是充斥着父母为了小事的争吵声 平时父亲忙于工作 母亲要照顾三个孩子 处境不同的两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母亲带着妹妹离开了家 留下靖东和姐姐随父亲生活 由于父亲下海经商 年幼的靖东和姐姐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 家庭的破碎让靖东早早承担家里的一切 他从中专毕业后进入社会打工 因为学历不高也没什么经验 他辗转多地做过苦力 端过酒杯也当过歌手 靖东在多年后的采访中说 工作室可以养活自己 但总觉得不甘心 很快朋友的到来改变了靖东的生活 朋友从事影视行业 他见靖东五官端正各高挺拔 便问他想不想当演员 靖东对演员没什么概念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踏入了演艺圈 1993年17岁的靖东出演电视剧 东方商人 正式开启演员生涯 之后的靖东在各大剧组跑龙套 演一些小角色 为了揣摩演戏 他不断观察和学习 其他演员的演戏技巧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五年后 靖东获得了自己第一个主演的角色 电视剧《母亲里的张红斌》 他和演员月红搭档 月红见他在演戏上颇具天赋 便建议他报考艺术学院 弥补学历的缺失 靖东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一番思索后 对表演有浓厚兴趣的靖东 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可这一年 他23岁 中央戏剧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允许22周岁以下的人报考 靖东非常失落 他不愿放弃 靖东找到戏剧学院老师的办公室 直言想试一试 老师见他距离力争 便给了他一个面试机会 靖东凭自己多年的表演经验 成功被学院录取 步入学校的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他深知 只有比别人更努力 才能获得关注 在校的那四年 他每天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 靖东从学校毕业后 一股脑扎进了剧组 不停地拍戏磨练演技 他接连出演多部电影电视剧 宠关东的编剧曾评价靖东 他所饰演的《归田一郎》 本来是个不起眼的角色 但在靖东的演绎下 这个角色有了灵魂 可电视剧大火 却和靖东没什么关系 他还是默默无闻 自己的努力 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 充满了无力 靖东的视野停滞不前 可感情迎来了春天 靖东参演《悲情母子》时 认识了演员江山 在剧中 靖东所饰演的角色 是江山的儿子 没想到两人竟然 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拍摄完就陷入热恋 当时的江山 在圈里算得上是前辈 他比靖东大九岁 还离过婚带着女儿一起生活 这段姐弟恋让媒体猜测 靖东是否因为童年的缺失 产生了恋母情结 也有媒体称 靖东的名气 远远比不上江山 他是借江山的人气 为自己增加曝光 虽然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段恋情 但靖东并不在意外界的声音 他坚持和江山在一起 两人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同居生活 期间两人一度到了团婚论嫁的地步 可意外的是 他们的感情没有败给偏见 却败给了亲情 江山的女儿对母亲的选择非常不理解 她一度想撮合父母破镜重圆 靖东成了她最痛恨的存在 女儿强烈的反对 让江山两面为难 她试图多次劝说女儿 但都没有成功 无奈的她只好冷静地思考和靖东的感情 江山觉得亏欠女儿太多 心有愧疚 最终她还是放不下女儿 靖东尊重她的想法 两人选择了分手 很长一段时间里 靖东都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她逐渐放平了心态 2010年 靖东和李佳合作参演电视剧《青春不言败》 那时的李佳正为自己的婚姻状态所焦虑 李佳是北京电影学院明星96班的学生 他毕业后没多久就和富商郭少辉结婚 婚后他看着同伴同学赵薇 陈坤早已成名 而自己接戏还要看老公脸色 郭少辉原本想让李佳退出娱乐圈 在家相夫教子 可李佳却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两人甚至会因为拍吻戏而吵架 之后李佳不愿再和郭少辉发生争吵 选择不断地接戏禁组 挣脱婚姻的束缚 但很快他迎来了解脱 和靖东搭档出演电视剧时 重新开始拍戏的压力和感情生活的不顺利 让李佳非常痛苦 为了缓解情绪 他经常喝酒买醉 靖东也常常陪在他的身边 在拍戏过程中 李佳不慎摔伤住进了医院 靖东来医院照顾他 为他煲汤做饭 虚寒问暖 直到他出院 靖东无微不至地关心打动了李佳 他厌倦了和郭少辉的争吵 向郭少辉提出离婚 郭少辉竟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没有丝毫挽留 两人结束了婚姻 李佳也很快和靖东确定了恋人关系 李佳沉溺于和靖东甜蜜的恋爱 靖东也包容他的小女孩星星 两人还有爱称 李佳管他叫老爹 他管李佳叫老师 可这段感情又遭到了靖东家人的反对 他们保守传统 不愿意靖东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靖东只好做起家人的思想工作 多次表明自己对李佳是真心的不在意外界的眼光 家人见靖东铁了心要娶李佳 无奈之下只好松了口 两人踏入婚姻殿堂 2015年 靖东的事业迎来了高峰期 他凭借电视剧《伪装者》的名楼一炮而红 靖东 胡歌 王凯成为女生心目中的偶像 之后 靖东更是凭借《欢乐颂》 《我的前半生》等电视剧 刷新人们的印象 俘获了众多少女的芳心 靖东大火后也遭受不小的非议 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希望靖东和其他优秀的演员们 努力拿出好的作品给观众 因为这才是作为演员最应该做的事情 不要在娱乐圈只昙花一现 而是要做万年轻 去世视福 Mobile 反应 转 揦 发